1月底,我跟Grey Game的肥佬去了台北Game Show工作 試一次做專業遊戲採訪記者的跟班 前後四都幾乎有不同的製作人採訪和Zoom採訪 當時我帶了一個無線麥克風去收音 其實整體收出來的聲音都非常不錯 但最後得出來的結論是 除了一個好的收音麥克風 如果它同時有即時文字翻譯就好了 而近來有一個代理問我 它有一隻有AI功能的耳機問我,試不試? 試! 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和按鈴鐺 大家好,我是Van仔 今天長話短說說這隻Final Nano Plus是怎樣使用它的AI 它是一隻由香港公司推出的AI耳機 主要的功能就是利用它專用的伺服器 在有網絡的情況下就可以將收到的音訊變成文字 我相信這個技術大家都聽得多了 不過這次就放在耳機上面 它支援到廣東話、普通話、日韓文、英文這些常見的語言 另外還有6種較為大陸的語系都可以支援到 所以一般來說要用來做一些會議紀錄 或者好像我拿來做採訪都是非常適合的 前次講完了,當然也要實際應用 要用到它的功能就要留意三件事 第一,要用AI即時轉文字的話就必須要上網 第二,就是耳機一定要長開 第三,要對合語言 即是別人說日文就把讀音的語言改成日文 另外,如果你那裡是不能上網或不讓你上網的話 你還可以用APP錄下之後再後續的時間連上伺服器轉字 最後耳機分別有三個模式給大家錄音 分別有通話轉字、記錄音訊轉字、環境錄音轉字三種 最基本的應用就是老闆打電話來 然後即時將語音錄成一個字給你 咖喱焗雞扒板、仙茄焗豬扒板 而這個音訊轉字當然就是非常適合在WhatsApp 其他在不同的Track軟件上錄了一段聲音 將它轉成文字版本給你自己看 而這個功能也是支援影片格式 所以玩大一點還可以開不同的串流平台 將沒有字幕的影片轉成有字幕 當然大前提就是你本身懂得聽 而且字幕只是輔助而已 只要留意就是如果你是用Android的話 就會有一個流動快捷鍵 可以做到快速錄音 簡單說完它的用法 我個人試用就覺得它的AI轉字的確是可以幫到不少手 因為像上次台北GameShow一樣計算 採訪時多數都是用英日配普通話翻譯 如果我們將設定改成普通話就可以直接把翻譯完說的東西變成字 然後再收拾錯字就可以將採訪的文字工作簡化 至於它轉出來的字的準確度有多高 而我最近用來玩了差不多兩個星期左右 以中英文來說我估計大概有七成到八成準 雖則官方說可以達到九成 但當有環境、語速和懶音這些因素 出來的結果就一定有些差異了 而Findleman Nano Plus除了可以即時轉文字外 同時也可以做到即時翻譯 不過正如剛才所說 可能會有錯字的關係 再加上直接翻譯就會很大機會錯上錯 另外當你收集了一段錄音的文字 如果你想快速整理重點 就可以用到窄掉總結功能 它就會一口氣幫你用AI-Listar整段錄音的重點出來 就算老闆開了一個很長的會 你也可以快速知道有沒有什麼需要留意的東西 除此之外 錄音轉字暫時都取代不了我們的工作 另一個原因 一來就是要經過網絡 所以速度會比較慢 二來就是如果同時有兩把聲的話 它就有很大機會會疊聲 而偵測不到其中一邊的聲音 而且暫時可以看到 Findleman沒有分段和人聲分類的功能 所以錄到出來的聲音就需要自己聽哪一句打哪一句 就是填到冰塊了 哦,所以用了這個來改名 那說起...OK 最後一點比較要注意就是 Findleman的AI服務 除了免費的Basics 如果你有一定的需求 就可以考慮其他不同的Plan 新用戶買的話額外送多3個月 以我為例一個採訪大概40分鐘 就一定要買Plan 基本上這些要用到別人伺服器的功能 都是要付錢的啦 所以真的要去隔一隔 以及看看它會給你什麼功能 說完它的重點功能 那作為一隻耳機又如何呢? 相比同類產品Wireland Nano Plus 就是一物易用 這隻TWS的耳機就不是駕駛大家流灘的 耳機就有分45dp ANC功能 而且可以在通透和一般模式之間一切換 耳機兩邊的表面有觸控板 一般操作都是非常之方便 至於聲音的部分都對得住1390感的定價 雖然耳機沒有High-Res 但這個10mm的耳式單元 出來的音效是意外地好 人聲和樂器的表現突出 真的,如果不喜歡的聲音 還可以用EQ做調整 App裏充了非常多EQ 應該都有一種適合大家 耳機的音量也算大 我大概開了60%左右已經覺得很足夠 熱感的音量再加上ANC聽歌 大概都可以用到5-6小時 再加上電池盒充電 亦都可以用到30小時左右 這個盒除了可以用USB-C充電之外 亦都支援QI充電 另外單隻耳機大概是5克重 如果加上充電盒的話 整體就會有60克重 而耳機的麥克風 大家可以聽聽我的效果 Testing Testing 這個是LANO Plus ENC6M 最後耳機還有藍牙5.2 可以同時接駁兩部裝置 例如跨機使用AI功能 IP55的防塵防水淺 整體功能都拍得住這個格位的一些耳機 以上就是這隻Nano Plus的介紹 這裡不厭其分跟大家說多一點重點 耳機可以支援AI視乎的錄音、註註文字 兼可以即時翻譯 每隻耳機內有16MB容量做Backup 耳機的整體亦屬於高級規格 多謝代理給了這隻多有趣的耳機玩 將AI、轉字和耳機的概念合在一起一物兩用 價錢以包含AI功能來說也對得住價格 不過暫時的功能我覺得差一點 而且基本服務的時間和次數 如果再多一點就好一點了 影片就來這裡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隻AI錄音的耳機如何呢? 如果有東西想說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就有禮貌了 最後也感謝各位課金會員、VG有不同的級數 等大家支持 每個亦都有開箱產品送給大家 我是Van仔,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